把武器齐换了 欧洲才会知道它多么重要 塞尔维亚又乱了 反对派不满大选结果 暴力冲击市政厅 这个欧洲的平安夜 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武器齐 过得可是一点都不平安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市政厅外 数千名示威民众试图冲击市政厅 防暴警察顶着盾守住了市政厅的大门 并向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 据武器齐所说 目前已有超过35人被拘留 在选举中失利的反对派声称 武器齐当局操纵大选虚假计票 选举舞弊 并要求重新举行选举 而武器齐则表示 反对派的煽动性言论是一派胡言 骚乱是由境外势力推动的 示威者企图发动颜色革命 武器齐还称反对派的抗议或其挑衅性言论 不会取得任何结果 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实现权力的更洁 俄罗斯媒体塔斯社在报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说 莫斯科已经就可能发生的抗议事件 向贝尔格莱德发出警告 也就是说 俄方向塞方分享了安全领域的情报 那么反对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呢 其实是一个匆忙上台的草台班子 反对党名为塞尔维亚反对暴力联盟 于今年10月正式成立 其利用5月份两起大规模枪击案 聚集了一群反对派民众 不过从反对派联盟的成分来看 枪击事件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理由 毕竟这个反对派联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 长期以来就是靠反对武器齐来积攒声望的 至于这个反对派联盟的意识形态 美国媒体彭博社对其的描述是 亲西方的自由派 亲不亲美国不好讲 但亲欧盟是肯定的 结合前面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我们不难看出塞尔维亚现在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 作为曾经俄罗斯的传统盟友 塞尔维亚国内存在着大量亲俄民众 这部分民众在宗教和文化上 住在俄罗斯方向上 在经济上他是较为亲欧盟的领导人 当然说亲也是相较于国内的大赛族主义者而言 在对美和对科索沃的政策上 武器齐并不是咄咄逼人的 他更倾向于平衡各方的势力 在互相制衡中保护塞尔维亚的核心国家利益 因此我们常常看到 当需要弹压国内过分的亲西方势力时 尤其是在科索沃问题上 面对西方试图分裂塞尔维亚国家主权时 武器齐会向俄罗斯方面靠近 但他又坚持独立自主 不在塞尔维亚境内设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而在经济上 武器齐一直在试图推动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同时他也会根据对欧盟的外交进度 来调整对科索沃方向的 或强硬或缓和的态度 但问题出在欧盟身上 欧盟试图以一种对武器齐强硬的态度 推进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 不正常化就不允许塞尔维亚加入欧盟 而这无异于让武器齐亲口承认科索沃的主权 相比于特朗普时期 在巴尔干方向上 欧盟有更大的外交主导权 但现在美国和欧洲都不知道怎么搞外交 欧盟只会扯着人权旗帜大呼小叫 现在还整出了这种 扶植塞尔维亚国内颜色革命的浪活 选举政治永远是一个菜就多练 玩不起就别玩的程序 投票投输了就宣布大选非法 要求再选 属于是一种无赖行为 但颜色革命和接受政治有成功案例 这些案例给了政治老赖们 破坏国家体制的底气 甚至有时在域外大国的支持下 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不过在塞尔维亚问题上 反对派联盟乃至其背后的欧盟 要认清一个现实 塞尔维亚国内坚定的亲欧盟人口 仅有13%左右 西方媒体可以骂武器齐独裁 以及他的支持者都是民粹分子 但无法改变一个现实 绝大多数塞尔维亚民众是不亲西方的 你把武器齐闹下去了 换一个亲西方的自由派上来 是一种加速行为 很快就会有右派民众大规模上街 尤其是当其触及科索沃问题时 近些年来 在全世界各个非西方国家 往往都有这么一种现象 亲西方自由派 这群政治老赖 在为反而反上 那是非常精通 但在治理国家上却一窍不通 他们如果真上了台 只会让本来中间派的民众 变成更加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如果最终促成了大赛族主义者的崛起 那么只会给欧美一个小小的塞尔维亚震撼 在这个多事之秋 欧美已经开了数条战线了 还有能力干涉巴尔干半岛吗 说到底 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塞尔维亚国内的自由派也好 他们应当感谢武器齐 这样一根 讲究势力平衡的政治老油条 还在统治国家 是塞尔维亚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 得以在风雨飘摇的国际政治中 多年过去武器齐干得多 贝勒锅自然也多 但如果真的失去了武器齐 那么欧洲就会像失去了空气一样 平时不觉得贵重 但失去时会觉得分外珍贵